总统蔡英文今天是南下到嘉义出席中科院嘉义民雄航太纪无人机院区的开工典礼 总统致辞的时候更宣誓无人机是国军发展不对称战力重要的关键之一 未来一定要让无人机产业成长茁壮 成心一拜为即将开工的无人机基地祈福 总统蔡英文5号到嘉义民雄参加中科院航太纪无人机园区开工动土典礼 准备我们均匀通用的关键技术来发展国际国造 也在台湾建立完整的产业链 面对两岸局势持续严峻 无人机的发展绝对能强化我国国防力量 中科院规划新建的民雄院区大楼 是为了配合量产各类型的攻击无人机 以增加三军在防卫作战 使用武器系统上的运用选择 同时藉由产能的提升增加无人机的战备数量 关切国防产业蔡总统也不忘担任起最强母鸡 到民雄双福村保安宫为立委参选人陈冠婷加油打气 发展无人机基地除了宣誓首位台湾国土决心 更积极为地方产业找出路让嘉义县产业能够再升级 接着这么个报道 是 谢谢大家